我们拿到机器 本来机器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测试一下负压 所以先开个机 装上手柄 装上这个过滤器 在配件包里面有个过滤器 然后我们按一下 这里油有吸力的话 那就证明它是有负压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针管的组装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针管的组装 先把它这个丝杆推出来 然后把这个针管给安装上去 再按这个向后抽的键 把针管拉回来 达到一定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一共有两个固定头的 不同的口径 大口径是5毫升和10毫升 我们现在5毫升的针管 是用这个把它固定好 那么针管我们就安装好了 然后这是副压管 一头接在过滤器上 一头接在这个针头上 接上去之后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教大家使用这个机器的参数 首先我们这个界面的话 第一行是这一个 记录每一次开机打机的枪数 那么我刚才按了两次 这是个2 然后进入设置界面 第一个是针管的选择 我们一共有13510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针管是5毫升的 所以我们选择5 接下来按中间键进行下一项 下一项 这个是一个注射模式的选择 方便记忆 D开头的是一个定量注射 一般水光注射都是用这一个模式 还有一个是C开头的 这个的话我们不常用 只有用到这一些溶脂啊等等 这些需要推很多进去的药 才会用这个 那么我们继续调回这个定量注射 定量注射在5毫升 10毫升的针管的模式下 它最少的每一次 这个模式是一个 每一针的注射量 它是50毫升 这50mL 这是5毫升和10毫升针管 如果是13毫升的话 它是25mL的最小机量 然后我们一般是50到150 这个幅度调 现在是50 继续进行下一下 这个是一个速度 一共有5打 我们一般的话是234的 这个的话就看个人的 它是一个打针推药的速度 设置好了之后 再按一下中间键 这个就是退出设置模式 这个已经OK了 平时我们打针的时候 注意一个要点 这个针管要在上 这个负压管要在上面 避免这个要因为重力的原因 然后到了这里会进药 然后就会没有负压 还有一个注射的时候 首先这个针头 我们要垂直或者水平 不能够这样子 这样子很容易漏药 水平注射呢 被注射部位 我们要先接出被注射部位 然后用力按一下 确定这个针尖已经扎进肉里面 再按这个开关 吸气 复压注射 等它回流过后 它自己会松开 回流过后松开之后 我们停顿一两秒 就可以拔出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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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